接著請李靜宜議員 多謝主席各位同事 根據社會保障基金的資料 截至去年的9月份 已經有196個僱主 加入了非強制性的中央公職金供和計劃 當中有七成多是以涵設方式加入制度 兩成多是首次為僱員設立退休保障 可見制度的確立有助於擴大 和健全本號的一個退休保障網 必須強調的是 央職金供款的管理制度 其實是核心的要素 投資回報理想理不理想 收費是否合理 將會直接關係到參與者的退休保障狀況 亦是令到他們是否願意加入制度的一個重要因素 固執政府積極去推動企業和僱員 參與央職金的同事 其實是應該盡早去研究 如何去完善投資回報制度的這些方案 鄰近的香港實施了強職金已經20年 近年就很積極去考慮 如何解決強職金的基金收費高 選擇難的問題 並且透過要求所有強職金計劃 都必須各自提供一個 預折投資策略的方式 去確保有更好的一些合理方案 是被參加者選擇的 這種預折投資方案 會隨著參與者成員的年齡 越接近退休 而自動會降低投資風險 以免在臨近退休的時候 令到他們蒙受巨大的損失虧損 而且設有管理費的收費上限 以及採取環球市場分散投資策略 參與的成員可以主動去選擇預設方案 而如果沒有主動去給投資指示的時候 那受託人亦都會自動按這個預設投資方案 將強職金進行管理 可見為了實現讓到參與者獲得 較優的退休保障目標 在設立投資管理和回報的規範之中 必須確保居民有真正的選擇 社會保障基金網頁顯示 目前共有7間基金管理實體參與制度 提供了41個公款投放項目 2018年度最低的基金收費比率是0.11% 最高是2.69% 然而基金的累積表現都十分參差 有成立了超過5年的基金 累積回報只有0.02% 甚至有基金是負數的 表現是不如理想 雖然社保曾經說過 澳門的退休基金收費 比香港的水平為低 並且設立了中央資訊平台 去公開有關的收費和回報水平 給居民去參考 透過這些資訊透明度 和市場的自由競爭機制 是可以達到降低收費水平 和提高回報的效果 但是現時 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 是由僱主去選定基金管理實體的 僱員實質上只能夠選擇 這個實體所提供的項目 而即使基金的表現未如理想 其實僱員並沒有百分百的選擇權 而且外地的經驗表明 不少的參與者 他們都傾向是被動投資的方式 相關的投資回報就可能更差了 為此 除了參考其他地區 譬如類似撤立一個預設投資策略的經驗之外 當局是應該要考量將委託政府管理 納入去投資的選項 既讓公款人有更多的選擇 亦都可以藉此推動基金公司 去設立一些具吸引力的投資產品 給市場去選擇 蓄勢管理費去維持在合理的水平 而另一方面 根據法律規定 法律生效之後三年 是需要對非強制金進行一個制度檢討 尤其是審視是否拒條件去實施強制 儘管如此 當局其實是可以及早開展有關制度的研究工作 例如分析其他地區的實施經驗 特別是現時的制度 未有包括短供這一類型特性的專門供款規定 而僱員工作滿三年 才可以領取相應比例的權益歸屬的這種做法 亦都令到僱主在三年之內 假設無理解僱僱員的話 員工就沒有辦法收到任何公職金的管項 上述這兩方面的問題都是對於僱員不利的 未來需要作出重點的檢討 以完善整個制度和加強居民的退休生活保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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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務院 有助otal